这是成龙影史上第一次与忧郁王子阿德里安·布洛迪对决 剧中宏伟的沙漠场景与建筑 完美的服装造型以及两军交战的大场面 都足以媲美好莱坞级别的史世纪电影 影片是以现代人的视角进行追溯还原 美国的一个考古公司收购了一本汉朝名将获去病的军事手册 里面曾记录了在两千多年前罗马曾到中国 并建立离前古城的故事 建豪和嘉欣作为公司的考古大将 很快就被委任了这一次的任务 一行人驾车在冰天雪地中漫无目的地穿梭 很快就因一条三叉路口兵分三对 建豪和嘉欣两人一路沿着道路艰难前进 最终发现了离前古城的遗址 他们利用现代化高科技对遗址进行了还原 这座屹立在风雪之下两千年的古城终于重建天日 而当年发生的那些故事仿佛也浮现在了他们眼前 故事发生在西汉汉原地年间 丝绸路上的36个国家经常发生战乱 于是西域都护府就此诞生 负责维护思路上的秩序与安全 而主人公霍安就是都护府的大都护 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 再加上年年干旱导致的颗粒无收 白戎族和南兄安族开始争抢地盘 这天两国的军队在戈壁荒漠上展开对峙 按照当地的习俗与规矩 在大规模战争之前都会选择斗将单挑 白戎族率先派出一名手持狼牙棍的族人出战 但行之半程 就被南兄安族的老鹰灼下了马眼 顺势滚落地面 南兄安族的红日健壮直接侧马袭来 很快正拿下了手工 冷月作为兄安国王之女 被人指着鼻子辱骂 自然十分恼怒 跳下马一连挤鞭子 打得对方狼狈不堪 更是一脚差点将白戎人直接送走 即便如此 暴脾气的冷月仍然没有罢休 捡起一块石头 就朝白戎人脑袋砸去 就在这时 霍安及时率人赶到 从冷月的手中救下了白戎人 并向四周大声高呼助手 我们东夫府 是希望大家化敌为友 不分种族为何共存 对于这个和世老 冷月是打心眼里厌烦 在他们这些草原人看来 弱肉强食才是世界的真理 说完冷月抄起鞭子 继续朝白戎人打去 但却被霍安再次阻拦了下来 冷月此刻脸上挂不住 下手也狠利了几分 一连几边 抽得霍安有点 找回了妈妈的味道 在随后的缠斗中 霍安更是不小心 摸到了冷月的胸 这一下还了得 冷月此刻火力全开 直接抽出了腰间的短刀 是要杀了霍安这个灯徒子 但霍安身形闪转腾罗 宛若巧猴 一连数个回合下来 冷月始终没能奈何得了他 虽然他仰仗着 斜后跟的暗器划伤了霍安 但他紧紧裹在脸上的面纱 也被他给摘了下来 这一下子 冷月瞬间就老实了 冷月姑娘 其实我不是故意摘你面纱的 是你自己撞掉的 我知道 这是天意 按照男兄安族的规矩 女子的面纱 只要被男人揭露 那么就要以身相许 这奇葩的规矩 把霍安吓了一大跳 他连忙带着兄弟们仓皇逃窜 一路跑回了玉门关 在玉门关内 还有他辛辛恋恋的妻子 和很多传统家庭一样 作为督户的霍安主外 作为教师的妻子组内 相同的是 他们都为了和平而各自努力着 我们有不分种族的信念 你在思路上 全不同种族的人和平 我也在小书斩 向各族的孩子们宣扬和平 无人出身的霍安 很幸运 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个妻子 就在夫妻俩含情默默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破了这温馨的画面 霍安不知道的是 当他打开门 一个惊天阴谋就将他笼罩 手下阴破告诉霍安 都护府出事了 原来在白天的时候 监管都护府的太守府军队 在西门外 搜到了四箱异国金币 并且从里面 搜出了都护府签发的静观文碟 这样一来 私通卖国的罪名 直接被扣在了都护府的人身上 霍安向来重情重义 听到这个消息 立马跟随鹰破前往了太守府 此刻的太守府内 气氛犹如判案公堂般肃穆 霍安还没来得及辩解 就被人扣下 直接沦为奴隶 被发配到燕门关修城 一路上 都护府的兄弟们都愤门不平 但霍安还是出言劝说了他们 霍安心中明白 金币之事远不止这么简单 但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阴谋 他现在还无从得知 只好委托手下殷破 在御门关内探查真相 被誉为华夏第一关的燕门关 威额耸耸立 只是雄伟的城墙 却显得满目疮痍 正所谓 虎落平阳被选期 霍安一行人刚到这里 就被守将来了个下马威 管他们什么疏忽 这里是燕门关 我是这里头 我们都叫他燕头 虽然两人未曾谋过面 但霍安能打的消息 早已传遍了思路 燕头此刻手痒痒 想要和霍安切磋切磋 并扬言自己十招之内 就能打得霍安满地找牙 霍安懒得搭理他 直接带人就离开了这里 既然已经沦为阶下囚 那无论之前 有多么辉煌的职位或战功 都不值一提了 霍安此刻 带着都部府的几个兄弟们 做起了苦力 搬运石头修筑城墙 然而 此刻距离燕门关不远处 一大队罗马士兵 正朝着这里奔腾而来 为首之人正是卢奎斯 看着城外气势汹汹的浩荡人群 众人一时不知是敌是友 霍安劝说燕头不要轻举妄动 但燕头却铁了心的 想要证明自己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漫天见识 朝着罗马军团就倾泻而去 卢奎斯也立即勒马叫停 下令后撤 城墙之上的燕头 见敌军撤退 立马来了自信 兄弟们 给我冲下去 杀这个骗家 宝 燕头很快就因为自己的自负 付出了代价 他冲入了罗马军团 提前布置的陷阱 当场就被升起 城墙上的其他人见状 焦急万分 燕头的狗腿子 更是露出了比哭海难看的表情 现在谁负责 我 没人负责 我负责 想黄冰的都听我的 霍安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出了问题并未慌乱 只是如今城内守军极少 再加上城墙已经破损 怕是抵挡不住罗马军团的强攻 霍安很快心生一计 他命令守备军人手一面旗帜 分布散落在城墙各个角落 随后再敲响战鼓 营造出城内守军力量鼎升的假象 让罗马军团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招空城计确实起了作用 城下的卢奎斯 看见这一幕心里犯了嘀咕 没有再强行攻城 霍安穿上了霍去兵的战甲 亲率都护府的一众兄弟出城迎战 秉持和平理念的霍安 并不想大动兵戈 并试图劝说卢奎斯撤兵 但卢奎斯此次前来攻城 也实属无奈之举 原来在罗马帝国内发生了政变 为了保护小王子不受牵连迫害 他奉命率领八百士兵保护他逃离 一路辗转流离 最终来到了夜门关前 长途跋涉的饥寒交迫 以使罗马士兵精疲力竭 所以卢奎斯必须要尽快拿下一座城池 当作栖息之地 他无视了霍安的求和 直接拔出剑一绝生死 霍安无奈应战 两人打得战况胶着 不分上下 就在他们交战正酣的时候 远处出现了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正向他们滚滚而来 与此同时 罗马士兵中 也有一些人不堪重负昏倒在了地上 其中包括本就体质孱弱的罗马王子 这一幕让卢奎斯焦急如焚 霍安也不愿再做纠缠 开出了条件 罗马士兵进城后 被安排了住所与食物 霍安也找来了城内大夫 为王子普利斯治疗 霍安的善举 让卢奎斯心中敌意尽散 安顿好了众人之后 两人喝起了酒 所谓一笑闽恩仇 不打不相识 两个人各自的凄惨遭遇 引起了对方的共鸣 一朵名为和平的友谊之花 在心中悄然滋涨 就在这时 燕头一脸慌张地找到了霍安 我刚接到太少力量 就算我燕门官所有的人加起来 日夜赶工 还得半年才能完成啊 经过白天一战 燕头已对霍安心服口服 他知道霍安与三十六国的人很熟 所以希望他能从中喊些援兵过来一起修城 但霍安文言却看向了面前的卢奎斯 本来按照之前的进程约定 第二天 罗马士兵就必须要离开燕门官 所以卢奎斯自然没有拒绝 他表示 自己十五天之内就可以把城墙修好 可燕头文言却深表不幸 但古罗马的建筑水平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当我们还停留在用手搬砖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学会了使用工具 甚至还会用数学进行测量以及绘图 当精密的仪器被制造出来的时候 令所有人大开眼界 卢奎斯先是射出水平线 测量城墙缺口的宽度 再用重锤线测量出缺口的深度 随后再画出城墙缺口的样板图 谁敢相信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建筑水平 沉重的大石头搬不动也不要紧 卢奎斯甚至还懂物理 用盾牌垫底就可以轻松地推着走 随后更是制造出了一座座古代版的吊车 将石头放进铁框之中 再用起重机轻松运上城墙 这一波操作直接让霍安深受震惊 按照这种进展 15天之内修好城墙 已不再是吃人说梦 闲暇之余 霍安带着都护府的兄弟们练起了弓 瞬间引起了一帮吃瓜群众的围观 怎么了 快去看都护府的人练弓 他们我练弓你不看 这一幕让卢奎斯也来了兴致 他组织罗马士兵也开始训练 随着震撼有力的鼓声 一队队罗马士兵整齐有序的入场 他们手持双棍互相打击 展现出了罗马军团的纪律性与协调性 霍安健壮也不甘示弱 当即就和都护府的兄弟们表演起了刀法 随后 罗马士兵也亮出大招 盾牌兵全副武装的进场 展现出了密不透风的防御阵法 紧接着 双方就展开了一场友好的比武切磋 双方各出一人展开对决 看热闹不斜势大的咽头以及跟班 甚至做起了装 都护府率先出战的 是一个手拿长棍的兄弟 罗马则派出了一个手拿双棍的士兵 两人对决前期各有输赢 但最终还是都护府的武艺更胜一筹 赢得首胜 紧接着第二场 罗马派出了盾牌兵 都护府的兄弟在盾牌上吃了大亏 最终落败 双方打成了一比一平 这场友好的武艺切磋也到此为止 比武结束 众人又陷入到了修强的工作中去 而此刻 霍安也想起了当年获去病的愿望 我获去病对天启事 我要看到西域三十六国旗帜 共存在着燕门关之中 经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燕门关的城墙终于被修好 这一刻 所有人都高举双臂大声欢呼 燕头也向卢奎斯表达了谢意 这一幕让霍安十分欣慰 众人随后举办了庆功宴与生祈礼 欢乐气氛中 霍安一曲高歌唱出了豪迈与壮志 此刻 罗马王子普利斯也打算一盏歌喉 霍安将他抱在人群之中 随着普利斯宛若天籁的同音唱响 台下的罗马士兵此刻表情肃母 跟着王子一起 吟唱起了史诗悲壮的罗马战歌 委婉低沉的歌声 让霍安大受震撼 不禁心生敬意 但与此同时 前往安息国的手下却传来了噩耗 他们在途中遇到了提比斯的十万大军 而罗马帝国的政变 就是因他而起 作为罗马国王的长子 他不甘国王之位 由弟弟普利斯继承 不仅谋害了自己的父亲 更是弄瞎了普利斯 如今提比斯大军即将押近 卢奎斯打算出城血战 霍安表示 如果提比斯想抓卢奎斯 根本用不着十万大军 要知道 十万大军足以占领整条丝绸之路 甚至是危害中国 所以霍安觉得 提比斯一定是和太守有勾结 而都护府有责任维护思路的安危 所以霍安一定要出手相助 他表示自己可以找鹰魄借兵 一定可以阻止提比斯的阴谋 这些话说服了卢奎斯 一旁的普利斯王子 也拿出了罗马帝国的宝剑 在众人的注视下 霍安接下这个象征身份的宝剑 随即连夜离开夜门关 前往御门关搬救兵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御门关 早已成为了龙潭虎穴 霍安刚一回去 就被安上了通敌的罪名 原来鹰魄早已和提比斯勾结到了一起 准备里应外合拿下御门关 身陷重围的霍安被迫出手反击 他带着妻子还有学生们准备逃离这里 但无奈对方人多势众 就在此时 南兄安国的公主冷月 前来帮忙救下了众人 多谢姑娘相救 请问你是 我叫冷月 是霍安的妻子 这句话让霍安有点懵 但此时此刻 他也来不及向妻子多解释 此刻敌军已经将房子的正门团团包围 一支支锋利的箭矢破窗而入 霍安健壮 立即带着孩子们来到二楼 随后 他利用绸缎当作滑滑梯 接应众人从二楼跳下 之后一路朝着城外跑去 在随后的追逐过程当中 霍安的妻子秀卿 不幸被乱窃射死 前来救援的南兄安国的士兵们 也损失惨重 最终 霍安放了一把大火 阻绝了对方的追击 众人最才得以逃生 秀卿的死 让霍安伤心欲绝 另一边 燕门关内的卢奎斯也遭遇了危机 他受邀来到城主府后 发现情况不对 王子普利斯此刻显然被当作了诱饵 毫无防备的卢奎斯 很快就身受重伤 被活捉了下来 费尽千辛万苦赶回燕门关的霍安 看着狼藉一片的状况 心中已经有了些许的猜测 原来 在霍安离开之后 燕头便中了阴破的轨迹 导致燕门关失守 卢奎斯等一众罗马人 全部被提比斯抓了回去 而普利斯王子 也被提比斯逼得跳崖自尽 提比斯要燕门关的众人 把霍安交出去 听到燕头的附属 暴脾气的冷月 当场就拔出了刀 城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破于提比斯的淫威 所有人此刻都选择了低头 要把霍安交出去 但此刻 霍安却直接化身为漩涡名人 施展出了嘴顿 让众人感动不已 用我一命就能满足你们 我霍安死而无憾 这番话直接让众人打了鸡血 这几个臭精病 给我给我买关子了吧 燕头告诉霍安 他查到提比斯十万大军 全部都驻扎在楼兰古城 送粮食的人 有燕头的内应 同时霍安也知道 卢奎斯被囚禁的位置 于是众人打算将计就计 将霍安交出去 看着霍安手带枷锁的模样 被囚禁起来的罗马士兵 情绪激动 但却无能为力 面对气场全开的提比斯 霍安却毫不示弱 其实这番莽撞之举 只是霍安刻意为之 他需要演一场戏 制造混乱 并挑拨离间 李比斯和英珀的关系 与此同时 手下前来报告 英珀率领的大军 即将抵达 人数最少一万 而且全副武装 如果没有霍安的挑拨离间 那么李比斯也不会心存戒心 但此时此刻 他却有些怀疑阴破的用意了 于是他立即要求 罗马军团严阵以待 另一边 在被押往囚牢的路上 霍安特意制造混乱 仗着他们听不懂汉语 直接大声密谋了起来 右边 钥匙看见了吗 看见了 我现在去抖 此刻 罗马士兵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钥匙已经被偷走 达到目利的提比斯 从来就没想过 放过咽头等人 于是他们也直接被关进了囚牢 念头拿出钥匙 将霍安的手铐解开 随后联合众人 一起将囚龙掀翻 猛然撞击后的囚龙 瞬间被撞得四分五裂 脱困后的霍安 将钥匙扔给了其他的罗马士兵 罗马士兵脱困之后 一场越狱的行动 浩浩荡荡地展开 守卫军舰撞纷纷前来制止 城中瞬间引起混乱 他们眼见不妙 立即发射信号 通知城外的提比斯 但这一想见 同时也给都护府的人传递了信息 此刻另一边的戈壁之上 提比斯的罗马大军 正和鹰魄的军队对垒 就在两人走在阵前交流的时候 早已渗透进军队的都护府几人 朝着罗马军团射了一箭 只见罗马军团中的一名士兵应声倒地 这一箭 让本就疑心大起的提比斯瞬间暴走 箭把弩张的紧张氛围瞬间被点燃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但鹰魄却不敌提比斯 很快就被他当场斩杀 杀到了卢魁斯的监狱 拿出箭准备砍断锁链救出卢魁斯 但紧接着 他就发现卢魁斯的双眼 已经被提比斯挖了出来 手筋脚筋也全部被挑断 望着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卢魁斯 霍安心生不忍 但就在这时 守卫军冲了进来 点起了熊熊大火 大火瞬间将霍安与卢魁斯从中间分离 卢魁斯也自知自己命不久矣 他说出了临终遗言 卢魁斯祈求霍安能帮自己了结痛苦 霍安拿起弩箭 咬着牙扣动了扳机 随着锋利的箭矢入侯 卢魁斯的命运也走到了终点 与此同时 霍安等人此刻已经被罗马军队重重包围 面对对方射出的弩箭 众人瞬间死伤惨重 他们试图投掷长矛反击 但却都被盾牌挡下 霍安大腿也受到了箭伤 就在众人沦为困兽之斗的时候 霍安突然想起了当日修成的场景 于是他立即吩咐众人 拿起石头反攻 在巨石的冲撞下 罗马盾牌兵的阵容很快就被冲散 霍安也带人成功突围了出去 但刚跑出城 他们就发现城外浩浩荡荡的罗马军团 这一刻 所有人都心如死灰 看着眼前犹如猎物挣扎的众人 提比斯的嘴角不禁露出嘲弄的笑容 但就在此时 天空中突然响起了嘹亮的英明 抬头望去 只见遮天蔽日的英群朝着罗马军团扑来 而这也正是南兄安族的御英之处 提比斯朝着四面环视一圈 发现三十六国的援军竟然出现在此 随着战鼓声敲响 所有人都朝着罗马军团杀去 铺天盖地的喊杀声震聋发聩 但罗马军团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 这群草原上的游牧战士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虽然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在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 罗马军团很快扳平了局势 冷月此刻轻率一队前来营救霍安 你在干什么 快走啊 不要跟死在一起 在冷月的帮助下 霍安等人杀了出来 此刻战场上的罗马军团已经逐渐恢复秩序 在提比斯的号令下 他们浩浩荡荡地发起了反攻 四路联军很快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红日和燕头也纷纷倒在了罗马士兵的长矛之下 就在提比斯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远处传来的悠扬号角声 再一次击碎了他企图称霸的美梦 看着有远即近的大军 提比斯瞬间认出来 这是安息国的军队 安息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盟友 战力不容小觑 此刻即便是拥有十万大军的提比斯 也不敢轻举妄动 提比斯文言还试图狡辩 但安息国的女王却坐实了这一说法 并亮出了白纸黑字的证据 如今铁证如山 提比斯百口莫辩 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听到这句话 罗马军团的士兵军心有些动摇 自己跟随的统领 竟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紧接着瘸了一条腿的霍安走了出来 要与提比斯来一场皇城PK 但提比斯却不想身处险境 试图以罗马内侍来逃避这一次的决斗 如今提比斯已经骑虎难下 他只好选择和霍安对决 两人的对决其实并不公平 霍安此刻已经身受重伤精疲力竭 而提比斯又有罗马第一勇士之称 所以在决斗的前期 他被提比斯按在地上摩擦 提比斯本想乘胜追击 一举杀了霍安了事 但没想到霍安的韧性非常强 多次躲过了必死之局 就在霍安即将被杀死的时候 他再次获得了群众的力量 为霍安加油打气的鼓舞声响彻四周 在最后一刻 他一拳打折了提比斯挥刀的胳膊 然后拿起刀 直接割破了提比斯的喉咙 感受着喉咙正滋滋冒着凉起 绝望的提比斯 求助般的看向自己的罗马士兵 但罗马士兵们此刻纷纷闪躲 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 只因他是一个谋朝篡位 又杀父杀地的叛徒 看到这一幕 提比斯明白了真谛 权力会成为人性最大的弱点 万念俱灰的提比斯 拔出了插在霍安身上的匕首 选择了自尽 这是他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 一代枭雄就此陨落 看着提比斯倒下的身体 霍安也缓了一口气 大战过后 大汉原地圣域 鉴于罗马意识中庸可嘉 特许在思路上建成 普利斯乃王室之咒 所以便用罗马中的王者一词 作为成名 汉意为离前 而霍安因救国有功 圣上特许其奏 按照罗马以及夜门关等人的意愿 全部划入都护府 成立了新的西域和平军 随着影片故事的结尾 剑豪和嘉欣算是历史的见证人 就在两人为之沉迷的时候 对讲机内传来了其他队友的询问声 为了保护这段陈锋的历史不被破坏 两人最终选择了隐瞒古城存在的真相 影片到此结束 对于《天降雄狮》这部电影的影评 可谓是两极分化 诚然 这部电影当中确实有着历史的种种槽点 但这部电影也拍出了独有的风格 既有北美战争大片的史诗感 又有成龙电影以以贯之的动作喜剧风格 堪称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